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指了水的运用 水的运用应该说是重中之重 很多画家一生都在研究它 其次就是调笔方法 调笔方法是我们经常在绘画当中 开始就进入练习的一种手段 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种知识来了解 第三就是行笔变化 行笔的变化肯定指的是笔在运作当中的快慢和轻重变化 第四指的是笔触的组合 笔触指的是这个笔在绘画当中如何形成笔的痕迹变化 和笔在纸上当中的运作的那种形态转折变化 第五指的是浓淡干尸 浓淡干尸又谈到了水的意思 因为水而引出的浓淡干尸 第六将要谈虚实关系 一个画面的虚实 一个局部的虚实 都是我们应该自始至终要注意的 第七谈的是疏密布局 中国话有一个说法叫做密不透风疏能跑马 所以谈疏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最后一个就是第八项 我们是要为大家介绍任意构图 这就是我谈的三十二字八要素的内容 今天我们先进行第一个内容的讲解 就是水的运用 谈水首先要说到笔 毛笔有大号 中号 小号 不同类型 有阳号 尖号 狼号 软硬的不同变化 由此吸水就不一样 我们随便找一支阳号笔 大家请看 吸水 水沾得很足 这个水甚至可以滴得出自然的那种垂滴的效果 它在宣纸上就会阴 笔在上面行笔若慢一点就阴得更大 可是你行笔快一点就阴得少 所以水多 我们可以说不一定就阴 但是水要多 多了才有意思 水莫淋漓自然就有意思 然后就说水多了我不想要它多 这时候我这个笔可以在调测盘上把水挤掉 挤的时候要翻过来 两面挤再翻回来 这样的形成水会自然少 水少也是出现 如果你行笔慢也照样阴 因为我们采取的是升旋指 升旋指自然吸水 如果你行笔快还是不阴 还是会有水造成的不同的疏密 和水的不平均状态的效果 这就是首先要从水谈起 拿什么来解释水呢 今天谈的是以水和墨的变化来谈 所以就是水与墨的变化 墨汁将是我跟大家谈的第一个 调整水的这样一个内容 墨汁倒进去不要太多 我主张墨汁要少 特别是笔调墨汁的时候 用笔风调一点 然后这树宣纸上还有水 水还没有干呢 我们就可以在上边 侧风翻过来 调过去 让这个笔在刚才那个水的痕迹上 自然的存擦 并且移动位置 转这个笔的方向 你看转过来了 又翻过去了 出现了现有的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实际上就是墨把水破了 墨把水破了 在我们中国话学习知识当中 有一个内容叫做破墨法 而且叫做乙农破淡法 所以现在我再吸点水 再做就是淡的了 淡的了 而且墨色开始出现有聚有散 我这可以反复移动 也可以反复存擦 也可以找这个没有水的地方去存擦 我看看没有水的地方存擦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干的 这上面斑斑点点出现这些效果 我们叫什么 也有个名称 它叫做激礼 这个激礼就是凹凸不平的这种变化效果 干处的激礼 湿素的激礼 相加 甚至我再吸点水 在刚才化好的这个激礼上用水去破它 这时候出现的就是以淡破浓 大家应该注意到了 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把笔和纸分开 然后我们又吸点水 再采取一步 比如说我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为什么要在这个位置 多少有一点构图感觉 不要在一个地方做 要有个呼应 是吧 然后又挑了一点中部 再笔尖 一定注意是笔尖 笔尖有 笔度很少 笔根几乎没有 然后我又开始寸擦 这寸擦我现在是反向寸擦 由下往上寸 和由上往下寸 肯定不一样 这个时候我继续调浓墨 一笔把墨沾起 然后画一笔深的 又带过来了 好 我可以看它 可不可用 什么叫可不可用呢 我们现在从开始老师讲 到现在老师跟大家一起画到这个程度 就是在说墨跟水怎么相融合 形成什么样的感觉 肯定每个人不一样 我做成这样 您做证肯定跟我大体相似 不和一模一样 这时候我就看 它能变成什么 有一种有创作经验的人 他可能就知道 我充分利用现在这个感觉 我把它画成一个 荷叶 比如说 然后我觉得它是叶子了 我们并且决定要这片叶子了 我就可以加它的杆 我也可以加另外一个杆 这个杆在画当中 现在是干笔 如果我沾了点水 我再画一个杆 那就是湿笔 这不同样还是谈水吗 水可以后进入 也可以先进入 当干杆相交叉的时候 我来一个湿笔 再继续补充交叉 就是浓淡关系了 自然形成 你就大胆地在这个宣纸上做 比如说这块 现在这块是干笔 我现在不想要它干的了 我吸点水 我就把它变成湿的 我只需要在干的旁边 加上几笔湿的 干和湿相加 就是一顿矛盾的相加 就是我们所原来 每个人都会理解和掌握 和运用过的 辩证规律 一干一湿 一黑一白 一灰一白 然后一干一湿 干的是非白的 湿的是浓重的 你看这都是矛盾 矛盾的积累 在画面当中就是情趣 所以你就记住 这个画你造的矛盾越大 给人家感觉东西越多 好 下面 我根据这片叶子的需要 我把某处加加重 我还是采取我这个办法 加重的时候 局部处理 掌握黑白关系 形成叶子造型 谁都想把这个画画当中 出现这个感觉 干湿浓淡都有 为什么要用水 中国画讲究墨分五色 墨分五色谈的是什么 谈的就是画面当中 你能不能把干湿浓淡浇沫 在一起形成变化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要 根据用水来体现 干湿浓淡墨分五色 比较合理 下面我就拿一支小笔 这支笔是煎毫的 吸点浓墨 在这上它创造点线 有水有墨 同样还要有线 线创造画什么呢 一个是可以画花 一个是可以画莲碰 在荷塘里边 还可以勾一点其他的一些 小印啊等等 画莲碰最容易体现现 线的变化和味道 我们就可以画 首先我把这个改成莲碰 画莲碰的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 先画点 是一种办法 注意啊 点画的规律 有输有命 然后勾这个点 这样勾 两笔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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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补点再勾 再补点再勾 一笔勾 两笔勾 一笔勾 结合勾法 有变化 肯定水有变化 莫自然有变化 然后 勾外轮廓的时候 要注意 走直线 不要走 圆线 或者弧线 莲碰的结构出来了 这个结构出了以后 可以把它带过去 把它回锋接上 这样这个莲碰 和这张画就呼应起来 并且你后勾的 这个莲碰是重墨的 原来勾的那笔枝条 我们叫荷花的茎 它是淡墨的 正合适 切记这书这个毛笔 这书这毛笔 不要反复沾墨 我提出一个想法 就是为了体现 你的水的多或者少 你一定要把笔中的 墨或者水 用劲 再考虑是否沾墨 用劲 那就意味着 你还要画 画着画着你就发现 跟刚才不一样了 这墨干了 自然出现非白了 这墨一干 出现了非白 和那个浓墨 没非白的 又形成了一个 不同的一种对比 这时候这个莲碰 借着这个干笔 只要转一下这个笔 你只要转一下角度 马上就有墨出来 你再转一下角度 还要有墨出来 所以你就要通过 转笔的变化规律 使这个莲碰 画出了它的质感 和刚才那个不同 这时候才允许你去 用笔尖 吸一点水 然后把笔在调色板里头 稍微的加以调整 画第三个莲碰 比如说在这接着画 这个莲碰可能就是淡的了 明显的比刚才那淡 怕它不淡 现在旁边少画两笔 什么叫少画呢 肯定就是说为了书密 才考虑少画的 一个是漏的多 一个漏的少 这俩放在一起 又是一对矛盾 总比俩一边大好看了 这就是在造型里边 我们把握的 然后我就说花 作为花来说呢 我们首先根据画面 确定采取的方法 我们今天谈的是水与墨的变化 因此我这个花 可以采取画黑 怕黑白的 比如说 首先 在这个刚才画好的莲碰旁边 补两笔花瓣 你打算勾瓣 勾单瓣还是双瓣 如果你勾的是单瓣 你可以采取瓣与瓣之间的重叠 这种重叠不要小看它 我们在术语里边叫做透叠法 就是两个相加要错开 当然不许两边都错 你看 这样三个瓣 有一个瓣是压它的 另外两个瓣之间是错落的 然后这个瓣还可以从这儿起比 不见得非得都从花的顶部起比 这样的花画起来就自然 画到这的时候 你看比画的速度又有快慢 而且还有一个套比 这样这个花画出来 就感觉又是两朵花 又像一朵花 而且这一线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 重墨 干笔 淡墨 重墨 须笔 就比很瓣板的勾一个花 效果要好 我所说的瓣板的勾一个花 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 上了以后按照套路做 比如说 我在这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就是套路 什么叫套路 你细看这几笔 没有区别 哪儿没区别 墨色没区别 墨色没区别 肯定水分没区别 那我们就没有达到水的运用变化而产生趣味的这个效果 因此我们就觉得这个做法只能做一次 它和它相加 还可以要 如果当初这个花也是采取那个办法化的 恐怕就要考虑了 因此 在写一花里边 避免的两个字 现在大家可以清楚的作为笔记记下来 就是避免 技法重复 那避免技法重复 同时就是把水多与少 墨的干与湿拉开了 肯定就避免了 下面我把它在按照我的正规的手法 把它调整一下 使它感觉自然 墨有浓淡 笔有虚实 老师为什么上来以后 今天作为第一堂课没有讲笔法 就是怎么用线呀 没有讲这个 就因为这些东西不需要单独谈 一定要在造型当中谈 随着造型随着谈笔法 恐怕你就会做到事半功倍 你就能够理解的更深更透 并且有的放尸 那么作为重墨来说 画面 现在我们摆出来了 现在画面里怎么调整这个重墨 我们再换一支笔 买一支中号尾 这中号尾也是煎好的 淡点浓墨 好 配合这个画面 我们就开始画点小印 画个小印 一看这画面效果就看得出来 当有小印这个重墨往这边一拽 画面的这个黑的动作就开始改了 然后我们再画第二个小印 第二个小印正好是干笔 我没动它 我只是第一个小印把墨吸走了 第二个小印是一干笔 然后我们把它继续搞一个动作 就是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让它这小印是探出来的 然后这边要有重墨 这个花画不一定随着花画必须要出杆 但是现在出一个杆 是为了要有重墨 这杆出了以后 实际上它起了呼应这块重墨的一个作用 千万要注意 这个杆从这儿出 千万不要找直对着它的出现 一定要错着 这样画面就感觉有动感 或者我们叫做有动视 现在画面比刚才丰富了 丰富完了以后 我们才可以考虑这个画是不是需要画成湿画法 什么叫湿画法 大量用水 拿干笔那支笔吸点水 大量用水 比如说这地方用点水 画点湿画法 吸水 画点小印 破开 这要没干的时候要躲开大点 甚至还要甩几个点 是吧 湿画法造气氛 气氛是什么 刚才我说过那四个字 水墨淋漓就是气氛 怎么叫水墨淋漓 水墨淋漓是指着组合形式 斑斑点点 不是指着这个叶子 说能不能做到既有形还水墨淋漓 有时候需要水墨淋漓的时候 反而不需要考虑叶子的形状是什么 然后就看上面 这个大墨叶子我们把它画满 使这个花能够被拖出来 这是一种构图需要 但是这块白要留着不许动 然后这个叶子还要上去 上去以后我们再把它做一次二次渲染 挤到这儿 挤到叶子这儿 不许动 这样那个花就被挤出来了 然后淡墨在这儿也要勾一勾 表现叶子的吗 这个是叶子的筋脉 有时候需要化 有时候不需要化 所以写一会儿来说 我们自己掌握 画面效果 这个也是再调点中墨 把这个再稍微的处理一下 这里边有些线条 这叫叶脉 叶脉有的时候不一定都化 根据需要 缺中墨了可以画几笔 正常情况下血液 什么叫血液 血液里边要分三块 一个是偏具象 小血液 一个是中性的 我们叫做血液 我们这个血液是血的感觉 还有一个是抽象的 我们叫做大血液 夸张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些小东西 切记 它画不好 只能使画面当中产生败笔 所以要注意 包括上边 一些很小的东西 比如说上面有很多小毛刺 现在你需要点 是黑墨 可以用干笔 或者可以用水 那么现在你点它好呢 还是上了以后 先把它的花蕊点了 当然是先点花蕊 因为要创造一层黑 一个黑的层次 你看我先把花蕊点上 我总比拿着笔 先去点那个枝干上的 合径上的小毛刺好 因为那些东西点上了以后 可能会画车添足 因为你看不到的东西 它跟花蕊比起来很次要 所以现在我们 把花蕊点上 当花蕊一点 这俩连碰就出来了 同时画面就感觉有动感了 也有层次关系了 这时就觉得 这个花蕊画得这么完整 好 我这个花蕊啊 咱们少画 少画 点到为止 像这个 你没有 它显得那结构太拘谨 点两个就得了 画面就是这样形成 这时候我们就要看 我这花不想画白的行不行 不想画白的我画一什么呢 那么我想画一点带颜色的 你就可以加一点点红 那么我们这个红颜色就要 以渲染的形式进入 渲染的形式进入 渲染的形式进入 好 这样这个花变成现有的一个状态 这正好是中国写的画当中的一种手法 叫勾勒甜色法 大家要记住 这叫勾勒甜色法 你这样掌握知识 你总比上来就告诉你 勾勒甜色法 你去背它 那要强得多 因为你画着画着你遇到了 你实际绘画当中 你体验了一下 勾勒甜色的规律 但是甜色不是满甜 而是甜个局部 那么好 连碰我也想带颜色怎么办呢 这时候你就可以适当的 找一个交叉颜色 这个颜色略于黄绿和褶石 当中是个中性颜色 所以说我挤在上面 吸点水 我把它渲染一下 好 渲染了一下 好 然后这个连碰怎么办呢 这连碰我就 让它有地儿浓 有地儿淡吧 你看 别画平了 这边重一点 这边淡一点 然后这个在后边 我在这边重一点 那边淡一点 你看这两连碰画出来以后 就自然出现一挤 有前有后 用的什么 还是用的水不一样 所以始终在掌握水 我们就拿它当墨的感觉 也是一样 掌握水 这时候我们就要调整画面的最后的效果 就是既可以调整点淡墨 也可以调整点淡墨 加一点点色彩 把画面的白 要留得重点一点 比如说这块白和这块白 在同一个旗的角度 我们可以借着这片叶子 把这块白给它加进去 压进来 我们别人画完了以后 大家的感觉 你看到别人画这种感觉 你就会想到 它可能是这片叶子的一 后边的层次的 遮挡 然后上面那个 最淡的那块 吸点水 我们也可以 把它略微渲染出点变化 这样就让它 层次上面又加了层次 你看这个笔法 没有具体的 说让你从哪到哪怎么行笔 你现在是找它的关系 湿化法干化法 现在画出来以后 正好是有水有墨有韵味 然后把下面这个点 丰富一点 丰富起来 这张画画到现在这个状态 说我觉得画面当中 小张张动感的东西 好 我们就可以拿一支小笔 淡点红 同时再沾一点交叉 我们正好调度盘里都有 画两条小鱼 就表示一下它的 画面的情绪 表示一下画面的情绪 画两条小鱼 然后拿刚才那支 调过墨的笔 注意我说过 想让墨和水分少 你就可以在上面调整一下笔 然后把它的结构画出来 写一块画鱼 画面的情绪就有了 这说就是用笔墨造型产生画面效果 所以每张画不是具体的一个格式 没有一个格式套每一张画的 反而每一张画要需要在绘画创作当中追求你要追求的那张画的格式 这就是艺术创作的生命力 如果说就是为了画水 我们最后不把它形成一个作品 单纯的说水 那个水就没有生命力 它是无意义的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作品 虽然这个作品不是很复杂 但是我体现了用水的干湿浓袋 这张画拿出来